据最新报道,消息人士透露,吉米·巴特勒和他的经纪人波利利,已经通知森林郎老板,对国是他首选交易目的地。 消息人士称,热火和其他二十几支球队一样,对巴特勒展开了强烈追求,但是他们发现很难与森林郎取得有效沟通,这是巴特勒主动想去热火,小编室真没看懂他图什么,热火手里也根本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筹码。 热火无非有这几个优势,一,旅游城市,丰京行,二,东部,竞争小鞋,三,老大位置,但是快传纽约篮网这些球队照样能给老大位置,热火的劣势,一,手里根本没有高价值的交易筹码,二,白边几乎没人咬,三,球队里球员全是一千万以上的大合同,而且很多都是二十到二十一年到期的大合同, 就算拿下巴特勒,热火在未来一到两年,都没法在自由市场,或者交易到其他球星了,根本就没空间了,真的搞不懂,巴特勒这是图啥,难道就为了等着接班为德,享受卖阿姨球迷的欢呼?